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家及时补充货架 以免顾客以为物资短缺而产生焦虑 因为和我一样 大家为了尽量减少外出 需要采购数天的食物 因此肉类 蛋类基本受气 不过这些食物在普通超市都能轻易买到 尽管随着疫情的升级 纽约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防疫措施 但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得到保障 包括超市在内的零售业务 基本医疗保健业务 公共基础设施等都将照常运转 法拉盛不仅仅是全媒最大的华裔社区之一 长岛火车 七号地铁 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 也令法拉盛缅街成为了纽约市最繁忙的街区 日均人流量仅次于时报广场 它也是纽约近几年发展最快 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2015年黑市集团以4亿美金收购天井购物中心 2016年房产公司皇冠并购 以10亿美金签下美西百货目前所在地支 99年的租赁使用权 而法拉盛缅街临街店面的最高租金 也比肩时报广场附近的商铺 法拉盛不见了昔日无间接踵的景象 门前冷落车马锡 各行业都遭受着巨大冲击